其实今天就是要来分享说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 才能够成为职场上的精英 我们到底怎么来断定 这个专业能力的程度 如果你是这个置顾者 那当然你的专业 是由这个客户顾客来决定的 那如果你是这个 我们讲说这个 在上班的打工主 那么当然你的专业能力 可能是你的主管 或者是你的老板来做决定 当然各位 其实我要先给大家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职场上打拼 无论你是员工还是老板 其实都需要有一个 共同的能力 这个能力是什么 各位其实就是所谓的专业 对不对 其实老板有没有老板的专业 有 员工没有员工的专业 有 其实你在不同的岗位上面 当然就要具备 不同的专业能力 所以这个专业 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 我们再来广泛来说一话 其实大部分的人会这样诠释 这个诠释就是说 各位 我们这样讲了 虽然老板跟我们讲说员工 他的专业能力不同 但是目的却是相同的 也就是这个广泛的解释 就是要能够干嘛 发现问题还能解决问题 当然各位 如果今天你是老板的话 也许怎么样 你面对的问题 除了内部团队组织运作经营 这个产品的各种问题之外 你还有外部的这个 我们讲说环境 像现在的这个疫情 或者是说这个世界的趋势 比如说这个美国大选的结果 是怎么样子 你可能有先做预测 这个两手准备等等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要来探讨 这个专业能力 我们应该怎么样 就把它变成 刚刚已经告诉你 叫做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 其实这两种能力 就是所谓的洞察力跟执行力 好的 我们先强调一件事情 这个执行力并不是只有做而已 想象一下 如果假设今天只有做而已 某种程度就跟计时人员一样 你今天你假设今天你发传单 站在大街上面 甚至我先讲 你搞不好是属于那种站立牌式的 你就只要站在那个地方 然后时间过了就有潜陵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所谓的执行力 我们的执行力 其实事实上就是去做这个解决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 有这个解决问题 这个能力 才有办法去执行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OK 好 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到 阻碍我们跟帮助我们拥有这个洞察力的 其实就是同一个东西 各位 想象一下 举例来说 像我等一下 我就要在我们这个讲师群组里面 特别 这个培训的讲师群组里面 特别要强调说 大家怎么样 还是没有习惯问问题 因为我们有个作业 就是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人至少问一个问题 然后要回答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我为什么要强迫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习惯 各位 因为其实问问题就是一种洞察力 你能够从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当中发现问题 换句话说 阻碍跟帮助我们拥有洞察力的 其实就是什么 各位 就是习惯 我们发现到 精英跟一般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他们都有着某些准则来约束自己 你还记得我曾经放过蔡依妮的影片吗 她说我不允许自己在原地不动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我们都有一些准则来约束自己 有人认为说什么 改变从勉强开始 有人认为什么 各位如果假设今天 各位如果没有人怎么样 逼迫自己的话 某种程度我们可能会在舒适圈里面 注意听 这些准则没有对错 各位关键点是什么 这些准则就是要遵守 什么叫遵守 就是怎么样 就是你自己的信念法则 或者我们说 其实精英都是非常重视习惯的 因为他们会刻意培养习惯 各位 所以想象一下 这个过程里面 这个习惯这个信念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每一个行业有他的主事业一样 好来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一个关键点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 各行各业有自己信奉的主事业 我们这样讲 就好像你说警察拜官公 对不对 然后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行业 有他们怎么样的这种 不成熟的这种 我们讲说自己 反正自己的这个约定规定 那不见得你真的相信 可是你会怎么样 常常跟自己讲 宁可信其有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发现到这种各行各业的主事业 在精英的角度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准则信念 所以职场精英非常信奉自己的教条 无关对错 就是盲目的相信 好 你要记得 各位 也因为只有这种所谓的盲目 才能够带来真正的力量 所以你要记住一件事情是 对他们来说 很多事情是 他们相信的事情是不需要去证明的 他们就是相信 而这很有趣 当他发现到他相信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 他就能够做到四个字 叫做心想什么 事成 于是他就更相信了 所以你知道这个循环很有意思 好 来 所以精英信奉的八大信条 这找是帮大家整理出来 你来看看一下他们怎么想的 来 第一个叫做简化就是力量 所以他们想事情是很简单的 他们会觉得很多事情怎么样 各位要先做再说 因为他们把事情想得简单的时候 就比较有行动力 好 第二个关键点 他们能够成为自己的发电厂 他们能够自我激励 他们在低潮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有方法来激励自己 举例他们会怎么样 留下某一些人生过程当中的一些 我们这样讲 你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的标的物 比如说有人留下来 他每次去上课的车票 提醒自己 我是花了多少时间怎么样 才能做这些事情的 有人怎么样 会写日记 每天晚上他会怎么样 感谢今天发生的事情 这些都是他们自我激励的方法 或者是怎么样 放一张爱人的照片 或者全家福的照片 让他知道 他的工作是为了给他爱的人怎么样 有安全感 过更好的生活 反正他们就是有方法来自我激励 好 各位 第三个能够拥抱孤独 可你会发现到所有的精英 他们都能够怎么样 习惯独处 因为也只有在独处的过程当中 各位才能够深入思考 当然独处的时间不是要很久 可是他们怎么样 他们喜欢有自己的时间 可以思考自己未来 OK 好 再来 一定是自己的信徒 我问大家什么意思 你想看一下 你什么时候会相信别人 如果你能够相信别人的话 表示那个人一定要做到四个字 叫做说到做到 同样道理 如果你能相信自己的话 那就表示你自己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换句话说 要成为自己的信徒 其实就是怎么样 立行自己的承诺 所以精英他因为怎么样 是自己的信徒 所以他也会为自己的承诺负责 好 各位 好 再来 乐于当taker 也愿意当giver 什么叫taker呢 各位 其实就是他们怎么样 知道要利用大家的这个帮助 来协助自己完成任务 所以换句话说 他不会令习怎么样 各位 去开口求助 他会怎么样 各位 如果他需要你 如果他怎么样 他会勇于怎么样 告诉大家说 我需要什么东西 从别人身上拿走东西 对他来说 各位 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因为他知道 他也可以成为一个付出者 换句话说 这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我愿意让别人来帮助我 所以同时我也怎么样 可以去帮助别人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 哪一个是起点 各位 到底是giver是起点 还是taker是起点 可是其实并不重要 好 OK 再来 他们会喜欢接触新的东西 不排斥任何的可能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跟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他们充满好奇心 他们喜欢问为什么 各位 他们打破砂锅问到底 还要问砂锅到底破哪里 再来 各位 第七点 他们喜欢感染别人 什么意思呢 他们拥有正向的影响力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他们随时充满的活力 能量 然后怎么样 甚至他们会表达他们的想法 你要记住 发挥影响力的开始 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 好 第八点叫做 相信变化 并真诚面对自己 各位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固定不变的 他们会认为变才是唯一不变的部分 而真诚面对自己就是 并不会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是我不断地怎么样 在做改变 做努力 也许现在我还不够好 但是我会朝更好的方向前进 所以这是我们要成为职场的精英 不论你是要当老板或当员工的 各位 你是不是拥有这八个信念信条 当然你一定还有你自己的 所以各位 我们来看最后一点 精英善于聚焦关键时刻 他除了拥有自己的信念之外 各位 他们还善于怎么样 聚焦关键时刻 什么意思 他们是八十二十定律的最佳实践者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 应该把时间花在哪里 他们不是不拖延 而是知道哪些事情不能拖 因为这件事情一旦拖会影响到整个大局 让后面怎么样更麻烦 各位 所以我们常说认真的人最帅最美 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认真而已 而是各位 这个时刻并不常出现 也就是他知道在关键时刻的时候 他会怎么样发挥潜力 然后让别人注意到他 所以精英就是善于发现关键时刻 因此能在关键时刻展现魅力 好的 来 他们不一定准时 这次老师常常讲这个概念 各位 准时不是100分 其实才是最厉害的 因为好的习惯 就会培养他们的敏锐度 所以他们能比一般人 更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总是在危机的时候出现 他们总是在关键时刻的时候 挺身而出 好 来 再来 最后 精英的思维就是会非常善用时间 各位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80 20定律里面 他是知道哪个时间是关键时刻 但是重点在关键时刻里面 他又怎么样子来有效率的使用时间 因为他们怎么样 很懂得使用特定工具来协助他们 这个特定工具其实包括什么 人在里面 所以你说 老师 对他们来讲人是工具 我们这样讲 你可能听起来觉得说 人是工具 好像是利用别人 但是如果假设今天 各位 我们这样思考 当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都有收益 也就是说是双赢的 甚至是多赢的 请问这个形容 这个工具 就是说完成任务的 小螺丝钉的概念 他们衡量自己竞争力的最佳方式 所以他会去做他怎么样 最有产值的事情 然后让其他人来帮助他 甚至怎么样 运用最新的科技工具 所以最佳的竞争力 就是去问自己 我能不能更有效率的完成任务 所以你懂了吗 想要几身进入精英的行列 你应该回答这三个问题 老师帮大家做个总结 也祝福大家 各位早日迈向精英的途径 你就要好好回答这三个问题 甚至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把这三个问题重复拿过来 再来做怎么样 做反思 第一个问题 你处事的法则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坚守不移的信念 所以各位 在今天晚上结束的时候 要睡觉之前 问自己 我今天做每一件事情 我保持的原则是什么 我有没有相信什么事情 是我绝对怎么样 不能妥协的部分 第二个 在我从事的行业中 我是否知道 要做好我的工作 最关键处在哪 好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现在从事 这个业务销售工作 也许各位 你每一天固定 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叫做什么 就是要开发客户 开发客户 一定是最关键的 不是等到你没有客户的时候 你才怎么样 你才来做开发 而是你每天固定的时间 就要做这件事情 各位 所以 知不知道自己工作行业当中 最关键的处在哪 好 第三个叫做什么 各位 叫做 我现在使用了哪些工具或方法 是否还有更好的工具 好 各位 在这廉价当中 老师正式开了自己 这个Telegram的频道 所以 各位 我会找时间 这一两天 我就会跟大家讲 你们就可以开始使用 每天早上 就一样会固定 收到老师写的文章 那么 这个过程当中 老师也在暗示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不要跟这个世界脱轨 我们一定要跟上世界的潮流 各位 有没有更好的工具 可以协助你 让你事半功倍 好 当然 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透过阅读 透过 我们讲说 比如说你这样的直播 接收一些新知 各位 这都是一个怎么样 帮助你继续成长的 这么好的工具跟方法 所以你要问你自己 你是不是还在用旧的方法 你是不是没有接触新的东西 你记住 各位 学习这件事情 当然有人学得快 有人学得慢 但是永远不要忘记了 所有事情都可以 经由学习而得 好 来 所以今天 各位老师要告诉你 刻意练习是帮助你 学会或精进某种能力 而今天分享的思维 则是怎么样 如果你要挤入 这个专业精英 不只是要刻意练习 首先要先建立 处理问题的模式 当然更大来看 这个问题是什么 可以就是你的人生 所以你又知道吗 与其老师告诉你说 我们在推广职场的精英 还不如说 我们想要教你 如何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 所以今天的 每日力量小语 记住 让自己这辈子 活得更有价值 应该是我们的 共同的信念 这是人生的精英 今天的每日力量小语 想跟你分享的是什么 好 来各位 开始需要你自己 坚持也需要你自己 但是过程 我们都不该忘记需要贵人 是的 各位 希望每天早上 看老师直播的伙伴 我们可以彼此成为 彼此的贵人 相信我 每天早上会愿意 上来准时 收看直播的伙伴 一定是值得交往的 各位 这是需要毅力的 这是需要什么样 各位需要时间投入的 而且你会发现到 我们这样讲的 共同特质的人 就是会互相吸引的 所以 今天早上 很高兴 我们一起在星期一 又跟大家早上见面 好 感谢阿红 第四届 每天收看 全面博会 好 各位 老师会坚持提供你 好的价值 好的资讯 各位 好的学习管道 当然 直播只是一种方法 也欢迎大家怎么样 可以来到老师的课堂当中 我们在十月份的反读行动 会开始有一个新的模式 老师会在课堂当中 带领大家更深入的思考跟研读 甚至有一些 我们讲说现场体验的活动 我就会把完整的书籍内容 录制成线上课程 让来现场的伙伴 回去可以再看线上课程之后 完整的再吸收 所以也欢迎鼓励大家 可以来到现场 好不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